制服誘惑脫衣舞 挑贏陪總理份 74 歲意大利色色總理貝魯斯科尼 涉嫌與未成年少女性交的醜聞又有新了爆 已18 歲的女主角 Ruby 說 貝魯斯科尼將米蘭的別墅變成後宮 包養14個旗下電視台女星 個個都是借她上位 別墅總管由燕武女郎變身議員的米內帝 更被指是扯皮條 她們開完餐去Bunga Bunga 房 即是雜交房 換完護士和女警制服 再搞脫衣舞比賽 貝魯斯科尼會親自選最好的表演者 禮物就是跟她上床 再加大約2萬港元的獎金 調查部門前日在女郎的家 找了大量珠寶、性玩具和Cash 還說Ruby 否認和貝魯斯科尼發生過性行為 但根據手機紀錄 證實她去年在別墅出現過 還試過與俄羅斯總理普京同場 負責今次答案的博西卡尼 是意大利出名反黑法官 還說總理答案難搞過黑手黨 不過她一定會將她乘之於法 看來貝魯斯科尼又排煩了 請看來貝魯斯科尼 請看來貝魯斯科尼